您是否在騎機車時 沒有戴口罩的習慣 或是常在燒烤店 與親友歡聚呢 鼻炎癌大多發生在 40到50歲的壯年身上 長期暴露在空氣品質差的環境裡 除了遺傳因素 EB病毒也常是致癌關鍵 EB病毒會潛伏在我們的白血球 或是在我們的表皮細胞上面 那這些經過長期潛伏的病毒 它有可能就會變成一種 治癌的機制 造成我們得到癌症 醫師表示鼻炎癌有六大症狀 要提醒民眾進速就醫 包含摸到脖子有無痛腫塊 連續三天以上 醒鼻涕或吐痰時發現有血絲 耳鳴或聽力下降 單側鼻子不通或是劇烈頭痛 臉部麻木的狀況 至於預防鼻炎癌 平時該如何做呢 自我防腹的話大概就是戴口罩 要不然就是需要一個 比較通風的環境 PM2.5到達紅色警戒的話 那可能還是盡量待在室內 不要在室外活動 在飲食方面跟其他癌症很接近 多攝取蔬果是不二法門 尤其多分類 類黃銅含量多的食物 像是葡萄 藍莓 還有綠茶 綠茶的兒茶素對於鼻炎癌 也是一個很好的預防食物 鼻炎癌目前多以放射治療為主 化學治療為附 根據研究統計 早期患者治癒率可高達90% 60%的中晚期病人 能夠存活超過五年 效果顯著 大約新聞 楊愛廷溫國家 花蓮報